大家好 以前介绍过使用AutoGui 来开发AutoHotKey的脚本程式 AutoGui在3.0版的时候改了一个名称叫做Adventure IDE 但是很可惜的是Adventure IDE在2022年1月1号开始以后 就没有持续的再开发了 那将来他是否会继续的再来开发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我平时其实是直接使用文字编辑器来编写AutoHotKey的脚本的 不过在今天的影片里面 我还是来介绍一下微软的VSCode如何来整合AutoHotKey的开发环境 今天的影片会特别适合AutoHotKey的初学者 如果你想要使用VSCode来开发AutoHotKey脚本的话 今天的影片请各位不要错过 今天除了介绍VSCode的AutoHotKey开发环境 也会介绍如何执行以及对它做除错 那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安装AutoHotKey的2.0版 现在浏览器里面先找到AutoHotKey的官网 接着直接点击V2.0.111的安装程式 直接开启下载的执行档 接着再把AutoHotKey 2.0安装在所有使用者的环境里面 我们直接点击Install 安装完了以后 它就会将下面的这些程式安装在Program Files的AutoHotKey资料夹里面 接着继续再来安装VSCode 一样先搜寻VSCode的download画面 直接点击Download 然后直接点击System Installer 下载完成以后直接执行执行档 接受所有的协议内容 再按下一步 接着再直接点击下一步 再点击下一步 我建议大家这个Others这前面的两个Add 也一样把它勾选起来 这样子会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从档案总管直接来开启VSCode 点击下一步 最后再点击Install 接着我们就直接点击Finish 它同时也会把VSCode给开启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VSCode已经执行起来了 接着就来安装VSCode 与AutoHack Key相关的两个扩充 首先我们就点击扩充这个按钮 也就是在最左边侧边栏的第五个图示 这个就是扩充的图示 点击一下 输入AutoHack Key来搜寻它的扩充 安装的两个扩充就是AutoHack Key++ 以及下面的这个V2 Language Support 先直接点击AutoHack Key++ 在它右边显示出来的内容里面点击Install 接着再点击V2 Language Support 一样点击右侧的Install 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把这两个扩充给安装好了 刚刚AutoHack Key安装完出现了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叫做AutoHack Key的Dash 假设我们将这个Dash的画面给关闭 将来要再找到它的话 其实是很简单 点击Windows的视窗出现以后 再用搜寻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它 只要输入Dash就可以找到这个应用程式 点击应用程式以后 这个画面就会重新再出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要新增新的脚本的话 就点击这个New Script 要编译就可以点击这个Compile 如果你要查看 Windows视窗的一些内部资讯的话 可以用这个Windows Spy 然后启动所有的一些选项 可以点击这个Launch Setting 在这边就可以指定你的AutoHack Key 一点多版跟二点多版 要操作的环境是怎么样 都可以在这个Launch Config里面来做设定 或者你可以点击这个Editor Settings 来设定编辑器的一些选项 在这个地方就先选择 只要副档名是点AHK的 要使用哪一个编辑器来编辑它 我们来选择这个VSCode 选择好以后再点击OK 到时候这个New Script 就会使用VSCode来编辑 首先先来建立一个资料夹 把所有AutoHack Key的脚本 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因此我们先点击档案总管 在档案总管的C磁碟机里面 先进入C磁碟机里面 再来新增一个新的资料夹 假设我们要叫做AHK2 然后进入AHK2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在右键的New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AutoHack Key Script 首先先给这一个脚本一个名称 假设我们叫做Test01 使用这个V2最简化模板 选择这个V2的模板以后 再点击Create 让它产生出新的脚本档 这个就是新产生出来的脚本 然后我们再点击右键Open with 在这个地方它没有出现VSCode 我们就直接再用这个Choose Another App 来直接选择 这个地方就有VSCode了 记得再把Always Use 勾选起来 让这个.hk每一次都可以使用VSCode来开启 接着我们再点击OK VSCode需要能够对这个刚刚新加的AHK2 这个资料夹能够信任 因为它有一些治安方面的考量 这个时候就把它给勾选起来 然后再直接点击Open 让VSCode能够信任这个资料夹 如果信任有执行过的话 在右下角就可以看到它已经侦测出.hk的档案 它可以辨识使用的语言是使用AutoHack Key 2了 假如刚刚的信任这个动作没有做的话 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纯文字的选项 你要变更它的语言的话 就是在这个语言上面点击一下 它会开启出命令面板 在这个命令面板里面 就可以再去选择要使用的语言 这个时候它已经正确的辨识到 我们目前这个脚本的内容是AutoHack Key 2 这个语言 因此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写这个语言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写AutoHack Key的第一个命令 用msgbug来显示一个讯息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测试的程式 Ctrl-S把它储存起来 接着就可以点击右方的三角形符号 让它来执行 或者是按右键选择RunHack Script 这个命令 那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弹出这个视窗了 表示已经正确的执行它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除错 除错就是要在程式码的行号的左边 这边会出现红色的点 你只要点击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设定一个中断点 中断点可以设定很多次 设定好以后 就可以直接用右键功能表 里面会有个Debug Script 或者是点击右边工具栏里面 凑重符号的执行图示 这个也会进入除错模式 那先选择允许存取 在最左边就会出现除错面板 可以检查所有运行中的 AutoHack Key脚本的所有的变数 还有它会出现一个工具栏 把这个工具栏把它拖到右边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继续执行 或者是对它做一步一步的追踪 这样子就可以来做除错的一个处理了 这个就是在AutoHack Key里面 如何来除错的一个步骤 刚刚的展示是直接安装的2.0这个版本 假设你还需要1.1这个版本的话 可以按照我解说文章里面的步骤 直接再来执行installversion.ahk 它就会自动帮你下载最新版的1.x版 到你的AutoHack Key的安装资料夹里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安装的资料夹 它里面到底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AutoHack Key安装好的预设会有UX 这个是所有跟图形界面相关的命令 都在这个UX资料夹里面 跟2.0版的AutoHack Key相关的 就在V2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1.x版的内容 因此可以到UX这个资料夹里面 来安装它直接执行install-version.ahk 就可以自动来安装1.x版的AutoHack Key 我们直接执行install-version.ahk 它已经执行完毕了 而且已经安装完成了 再来看一下AutoHack Key的资料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多出了一个V1.1.37.01 这个就是目前1.x版的最新版 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就是1.x版 到时候我们在VS Code里面 它就会自动侦测 到底你的脚本是1.x版的还是2.0版的 它会自动来选择正确的语言 这个就是如果要额外再安装1.x版的话 可以使用install-version.ahk来做安装 事实上在我的解说文章里面 我把所有的步骤都已经很完整的显示出来了 如果刚刚的影片你还有点疑问的话 可以直接来看文章的内容 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如何使用VS Code 来安装AutoHack Key的环境 在下一支影片里面 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 VS Code里面 它的一些更进阶的操作步骤 今天介绍AutoHack Key 以及VS Code的整合到这一边 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AutoHack Key知识 对于你在学习AutoHack Key上有帮助的话 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各位